郭董昨天在嘉義又是一整天的行程 这当中当然有一些必须要观察点 像是他旁边站的是谁 因为最近大家都知道郭董频频的下乡 自从在新竹 包括了新竹县党部的主委 现任的县长 前任的县长 现任的这个立委 要选立委的人 通通都来了之外 嘉義看起来其实也很热闹 又是一场这个组织地面战了 首先来看到这是嘉義市长黄敏慧 而且是二度回锅 参选高雄市长的 可以说是在嘉义市 很有影响力 支持度非常高的黄敏慧 在第一天郭董到快翼生活村的时候 他就陪郭董一起去了 旁边当然还有议员 全部都是议员包围的他 议员然后市长 然后重点是这样照片 你知道我是从哪里找到了吗 是从嘉义市政府的网站上面 这有没有行政不中立的问题 刚好只是市长去参加这个活动 所以媒体除了媒体有拍出来 嘉义市政府又有提供这个新闻稿 他们的市长出席这场活动 另外呢 从第一天星期六的晚上开始 这个郭台铭就站上了扫街车 这台扫街车看起来是比上次那一个 好像有升级了 因为有比较多的时间准备 而且这个麦克风还有两支 那郭台铭在这个站车上看起来 然后旁边也通通都是议员 包括曾光宏 这个陈嘉平等等 等一下我们也会访问这个陈嘉平议员 因为这两天的行程陈嘉平议员帮忙 这个揪人 看是揪得很努力 然后你记不记得那天在嘉义 在新竹 新竹没有什么人啊 觉得孤单觉得冷 他往旁边一扫都没有人 对然后这样挥手就很尴尬 因为旁边都没有人出来 所以郭董立刻就记得教训了 他就说不能再这么冷了 他要有人帮忙 他至少要先去蒋医生说 郭董要来了 郭董要来了 就果然在当天晚上在夜市的附近 这个路上都塞车了 因为郭董要来了 对就是嘉义市 嘉义市他当天晚上去走夜市 然后这是昨天了 就是在他在嘉义第二天的行程 就是中午有一个餐序的活动 大家可以看到满满的满满的 除了民众之外 2000个民众 报名参加 2000份的餐点秒杀 因为这个饭店准备了2000份的餐点 郭董本来还想说会有人来吗 所以一开始只准备一两百份的餐点 后来一直加加加加加加加到2000份 坐满满 还有人进不了场 包括嘉义市的副议长 苏泽峰 市议员陈家平 郑光宏 副大伟 黄思廷 李中立 那前面这三位市议员呢 就是国民党籍的市议员 总共嘉义市 五席国民党的市议员 来了三席 而且他每次去议会 都有议长或副议长 对啊这个副议长是 也是五党籍的 然后这两位议员也是五党籍 黄思廷跟李中立 事实上是五党籍的议员 也都有来跟郭董一起座谈 参加这个参会 所以看起来郭董的这个地面战 是已经有杀到敌营了 就是跋庄 组织动员真的是很旺盛 而且每一天都有主题跟活动 对因为他这个资源战的部分 看起来到现在还困在议会的韩国瑜 可能真的是没得比了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张 哇这个是郭董 就是在扫早事的时候 不过我们刚刚在聊天的时候 也讲到说郭董最近体重可能会增加 走到哪儿吃到哪儿 太太真心盈可能回去要帮他瘦身一下了 因为他从前一天晚上夜市 只要有摊饭说 郭董你尝尝看 他就立刻吃下去 然后呢你看粽子也可以签名 什么都可以签名 去吃嘉义的这个最有名的鸡肉饭 他说两分钟把人家一碗鸡肉饭吃光 有这么干嘛 因为他真的很好吃 因为很好吃 所以他就是一路吃 拿什么给他 他都来者不惧的吃 哇这个接地气的部分 我觉得他越来越到位了 感觉没有那么深色了 有一比较熟练的一点呢 而且呢他在嘉义的行程呢 被认为说是内把装外呛菜 党内要吸收的是国民党党籍支持者 另外呢对外 他就不断的一直对蔡英文喊话 因为很巧啊 昨天这一天 郭董跟蔡英文两个人呢 都在嘉义 而且都去拜了这个佩天公哦 早上先是郭董去的 然后下午是蔡英文去的 郭董就说了 你看故宫南院人气不佳啊 蔡英文你要去看看 南院的蚊子有多大只 你只会拼 选举不会拼经济 你曾经承诺要新建 五座的防洪续洪池 如今只完成一座 你知道这件事 他指的是什么吗 就是那个很有名的 开云豹去勘灾的那件事情啊 对啊 郭董就说 你当时开着云豹 把这个嘉义当成一个这个摄影棚一样 当场景 然后你来 然后你看 你现在都只完成一座 所以我要问他 你今天到这个佩天公 到庙里来 是拜拜还是要忏悔啊 还是要许愿尽快的完成 志宏池 哇塞 酸度一百 好酸哦 一百二了吧 没想到郭董讲话可以这样讲 好 所以下午蔡英文就来了 他说南院现在有很多展览 很多人去 希望郭董去看看 如果你去过了 却只看到蚊子 没有看展览 这样也不太好 也很酸呢 那当然陪同他的嘉义县长翁张良 刚刚我们看到是嘉义市长黄敏慧 是跟这个郭董 前一天有一起行程 但嘉义县长翁张良 是民进党籍的 就赶快跳出来 帮总统说啦 有两个旭宏池已经发包啦 但是唐商人有碰到一些难题 所以水利署现在还在协调土地的问题 这是郭董在嘉义 感觉是在打党内初选 但是话题是对着总统 蔡英文去的 又拉高这个层级了 但是又有人传说 这两天很奇怪 又传出来了 郭王配跟王金平配 而且还传说这两个人呢 其实从友谊参选之后 就是郭董可能4月17号宣布 参加国民党内初选之后 两个人见过两三次面 很麻烦啊 但是而且双方都没有否认 他们有见面这件事情 是否认没有见面 没有否认这个啦 对他们 郭王配 郭董就比较暧昧 他说我们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没有说配不配 那王院长的部分就说 这是有人在放话 王院长说人家放话啦 他说没有任何的根据 他还是一样 关关难过 关关过 会参选到底 但是他也没有否认 跟郭董有见过 因为他们两个 其实本来 这个交情就是蛮不错的 所以可能私底下见面 会比郭董跟其他的这些 党内初选的参选人见面 会比较频繁一点啦 这个是郭王配 有没有可能 因为你知道吗 王金明一直说啊 他的名字一定会出现在 明年大选的竞选公报上 但又有两个啊 总统参选人跟副总统参选人 或者参选感 也可以有王金明的字样 但是不一定 也不能这样讲 搞不好他真的会成选候选人 所以 对所以呢 其实郭王配这件事情 突然这个时间点抛出来 而且他前阵子不是才讲 郭朱配什么的 是朱立伦当行政院长 对对对 他要帮朱立伦当行政院长 每个把初选的对手 都当成他的 这是不是联合次要敌人 打击主要敌人 有一点这个味道 感觉这也是空战的一种啦 那另外我们还要来关心一个话题 就是韩粉 有没有可能改投郭台铭 如果最后党内初选 是这个韩国瑜落马 郭台铭出现的话呢 根据这个 政论节目主持人赵少康的说法 是有六成的韩粉 他们是会去改投郭台铭 但是呢 另外一位名嘴陈辉文 就直接不认同 他说只有两成 但一个详细的数据提供给大家 就是TVBS在五月初的民调 当时呢 事实上是有百分之八的 这个调查的这个受访者 是认为说 如果韩国瑜不选的话 他们大概就不投了 这百分之八当中 可能有百分之一 说愿意投郭台铭 另外百分之七可能就不投了 百分之八听起来有点少 可是算换算下来 好像是一两百万的人数 一千九百万这样的投票人数来算的话 事实上占七 假设七成投票 然后你有百分之七到八 说不投 就是如果韩国瑜不选就不投的话 那算一算是接近一百万张票 一百万张选票 所以其实这个差距其实是蛮大的 不过我听到比较多的声音 好像他们会担心 说好让万一韩国瑜真的不选 变郭台铭选的话 到时候万一选输 被打输 打得一类的打输 那怎么办 甚至有没有可能引起 算谁的 对啊算谁的啊 所以这个问题恐怕也要去思考一下 但是现在先看党内初选这一关 烟消会非常的重 因为这个是2020韩国瑜总统后援会 总会夸号他们的粉丝专页 今天就有人po文说 传说国民党的五人小组 五人小组就是负责征询 有主动有被动 愿不愿意参加总统初选的那个小组 有人动用这个军系统在挺郭 如果这是事实的话 哇那国民党这些讲全责 说你们是权贵刚好而已 然后就一直提醒说党内互打不用钱 那国民党这个五人小组 五人小组里面有人动员军系挺国 那到底会是谁有办法这个动员军系呢 感觉好像这个剑纸的味道蛮浓的 但是好龙斌今天下午也会有这个回应 所以等一下我们也会有这个好龙斌独家回应 等一下再来告诉你 有没有可能动用所谓军系黄复兴党部 来挺郭台铭 有没有必要党内初选就这样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当然回到我们郭董的这个组织站 郭董的地面站 果然非常的有效率 现在在我们视讯线上的是 就是嘉义的市议员陈嘉平 嘉平议员武安你好 这几天我们看到你跟郭董 哇你还站上战车了 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近距离跟这个郭董一起在扫街 首富这两天打这个基层的地面站 是不是越来越上手 感觉越来越到位了 郭董这次来嘉义 我想有感受到我们嘉义市 人民对郭董的支持 而且嘉义市民主政治 那这次郭董 他非常下心就熟的 再放战车 大家揮手 议员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嘉义市 您也跟我讲说 嘉义市的国民党议员 其实就是五席 但是这几天有出席郭董活动的 就有三席 所以现在是不是郭董 现在已经来了嘉义 党籍的这些党 党里面的这些党公职 这也是一种表态吗 是挺郭董吗 那如果韩国瑜来的话 你们也会陪他一起上战车吗 是我想这一次很乐见 我们国民党所有的先进 而且参选总统的候选人 都是有那么优秀 而且他只要来到嘉义 我想只要是本党级的候选人 我们都会全力去支持 这一次没有任何的动员 但是我们却看到 群众自主性的走到街头 我想刚刚在媒体上已经都看到 这是群众自主走出来的 我想这是所谓的郭董魅力 好 议员我跟你请教一下 您刚刚提到说没有动员 群众是自主出来的 但是郭董在要去嘉义之前 有没有先跟就是郭董这个团队 有没有先跟你联络 譬如说哪些点一定要去 哪些地方呢要怎么样去表现 就他有没有先来跟你请教 在地方上的一些妹妹嘎嘎 然后他来处理 有没有提前做这样的功课 我想郭董他对嘉义非常不陌生 因为他一来他就说什么地方要去 什么地方要走 那当然有几个固定嘉义该走的地方 有事先安排好 所以说我们会让群众知道 郭董这一天要来 所以说并没有私底下有太多的动员 而是透过一些大家的宣传 知道说郭董要到嘉义来 要有一个明粉会 就是当天的吃米粉 有个米粉会 这就是所谓的郭台铭的明粉会 所以他最近常常所到之处在吃米粉 是因为明粉的关系 这是他们想出来的 哦 那个2000份 这没有任何人想出来 就是到嘉义大家认为说 吃这个米粉 那就是明粉会 就是有这样的感觉 非常接地气的感觉 说那个餐厅准备了2000份的餐点 本来一开始是1000份是老板赞助 后来这1000份最后是谁出钱 因为看起来好像爆满了 当此群确实是超过我们的预估 我们的热情群众真的 那就是嘉义人的热情 郭董这次到嘉义来 就感觉让嘉义人感受到 就像嘉义人同样 那我想至于费用怎么出 这个应该要去问 郭董的竞选团队 费用的部分我不了解 好所以议员在郭董到的前多久 譬如说三天两天 你们就已经有在这个地方上 告诉我们的支持者说 郭董要来了 大概多久之前开始有帮忙宣传 我想这大概在一个礼拜左右 一个礼拜前 所以其实就是嘉义市 嘉义县地方上一些民众 在一个星期左右 就逐渐接收到这个消息了 而且询问度很高 询问度很高 到服务处 然后询问这个行程的人 也非常的多 那我们就知道说 其实郭董 有很多他的潜在选民 有很多潜在选民 那议员之前你的服务处 有接到过非函不投的电话吗 那这一个星期以来 非函不投的电话 还有还很多吗 那跟支持郭董的电话 如果你可以帮我们做一个 这样的比较 大概是怎么样的比例 我想以嘉义市 或者说以我在嘉义的选票 将近六千票的选票 那我想也不至于到每天 会接收到所谓非函不投 但是只要他们有这样的询问 他们会询问我们国民党 是有谁会出现 他们关心的是这个 而且他们是认为说 有各自的支持者 但是他们并不会说会特别的支持谁 而且我们的回应会绝对是 唯一支持我们本党 最后出现的候选人 好今天谢谢嘉义市议员 陈嘉平议员 因为这两天他都跟郭董站在一起 观察的很仔细 觉得郭董果然最近上战车也好 基层的握手 甚至是吃东西也好 都越来越上手了 不知道下个县市在哪里 可能一定 看起来郭董又有更多的 应该很快啦 而且我发现他的这个动作方面 学习能力真的是异于常人 对反正就是人家怎么做 他一次或许做得不OK 第二次就很到位了耶 新闻越来越热 讯息越来越多 用你听的懂的话 说给你听 新闻大白话 周一到周五下午三点到六点 TVBS五十六台 Live直播 Live直播